第129集 小个子整理着衣巾 朝董仲卿身后狠狠吐了口弹 而后也不懈地瞥了桑琪一眼 临走时与同伴窃窃私语 朝着董仲卿回去的方向指指点点 看上去大有这事还不算完 后续还要继续找对方麻烦的意思 桑琪站在原地 纠结地揉了揉太阳穴 这才明白当个将军 比自己预想的还要难 不光要武艺高强 会领兵打仗谋略布局 还要管理好部下 调和他们的内部矛盾 让每一个人都对自己信服 外人怎么说他都无所谓 但队伍中的人不能轻视他 否则今后另有不从会非常棘手 两拨人闹的这个矛盾 虽然对桑琪来说是挑战 但也是来之不易的契机 如果能够圆满解决 对自己在军中的威慑力 一定会大有提升 反之如果没有解决好 原本就微薄的信任 也会大幅下降吧 桑琪闽纯思索着该怎么办 并没有注意 从一开始 燕云芝和炎炎 就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切 与董仲卿起冲突的小个子 是炎家的兵 因此炎炎也在服额 纠结地说道 哎 我去说说他们吧 让他们跟董大哥道个歉 桑琪费了这么大力气 才把人家拉来的 闹成这样跟没面子 燕云芝却摇了摇头 笑道 哼 别去 此事让他自己解决 为啥 炎炎一脸不解 他一个姑娘家 要应付一大堆老爷们吵架 未免 也太勉强 他们的关系 首先是将军和部下 其次 才是女人和男人 既然 他选择了到军营中来 就不能因为自己是女子 而逃避 燕云芝远远凝视着桑琪 谋中含笑 说道 走吧 我们只管静观其变 眼眼看看桑琪 又看看燕云芝 纠结一番 也只得无奈地跟了上去 而桑琪这边 冥思苦想后 灵机一动 先找到了董仲卿的父亲 董仙念 媒体刚才吵架的事 只旁敲侧击地问董仲卿 是不是跟队伍中的某些人 以前有过过节 毕竟 区区一壶水引发的矛盾 说来实在蹊跷 董仙念年纪跟自己父亲差不多大 病发意义般白 文言面色一沉 半晌后才叹了口气 说道 哎 过节 也谈不上 只是他一直对严家人看不上眼 不知将军 可还记得南方一战 当时 我们既要应付西北来的西招人 又要深入西南战场 腹背受敌 分身乏术 一度陷入困境 向朝廷请求增援 眼见来不及 就派人去了附近的城池 摇旗相助 当时去的人 就是重青 求助的对象 就是严家 可严家人表面和和气气 万事好说好商量 却迟迟不肯派兵啊 怕敌方 因为他们守成兵力不足 乘虚而入 结果 回忆起月城之战的惨烈 老将的双目中显得浑浊湿润 沉吟片刻才继续道 唉 那次虽然突围成功 但我们损兵折将 死了不少人呢 其中 就有他好几个 要好的败把子兄弟 因为这件事 他一直对严家耿耿于怀 此番一同出征 怕是少不了冲突 给将军添麻烦了 唉 回头 我定会劝他 桑琪对董仲卿的心情 明白了几分 深吸了一口气 拍拍衣裳起身 说道 无妨 我自己去跟他聊 于是桑琪在营地转了几圈 一直寻到了外围的树林边 才找到一个人坐在暗处的男子 缓步上前 拍了一下对方的肩膀 董仲卿一动不动 桑琪便自顾自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说道 唉 你与严家的事 董事都同我说了 想来你心里有气 没出发现 也挺烦躁 董仲卿看了他一眼 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没有说话 你刚才给我几分面子 我很感动 我知道董大哥是个仗义 重旧情的人 否则也不会跟随我 还帮我说服其他人 桑琪说到这 叹了口气 继续道 也明白 你担心的是历史重演 严家 又弃我们于不顾 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人总是会变的 你若信我 我信严严 也希望你不要继续拿过去的过失 惩罚他们 惩罚自己 说着 又伸手在他的肩膀上重重一拍 目光真诚 说道 这次 我为严家担保了 若以后真有什么意外 董大哥要恨要怨 只管冲着我这个担保人来 董仲卿与他对视着 两久后勉强点了一下头 虽然幅度极小 但算是暂时妥协了吧 桑琪也明白 想要改变一个人的态度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眼下 只要他有想转变的意愿 就是好的 之后 便靠时间来继续缓和吧 于是桑琪也不再多言 朝董仲卿笑了笑 又起身去找刚才那个小个子 还特地拉了炎炎一起 炎炎顾忌着燕云芝说的 要让桑琪自己树立微信 不能帮忙 虽说出于好奇还是跟去了 可只顾四下张望 假装一副事不关己 只是来凑热闹的样子 而那个小个子和他的一众弟兄 见炎炎在 态度却比先前好了不少 虽说看桑琪的目光 还是带着几分轻视 却没有再出言狂妄 结果让桑琪挺满意的 于是他轻轻嗓说道 刚才的事是董副将不对 我先带他跟诸位道个歉 边说边行了个礼 小个子和旁边的人面面相去 见到这一幕有点意外 听说桑琪是个目中无人的 狂妄姑娘不是吗 便听桑琪继续道 我已经批评过他 叫他不要没事找茬 大家都是自家兄弟 理应互相帮助 有水同喝 有茶同享 对吧 说着 拧了你眼眼 眼眼呲牙咧咧嘴了一番 琢磨着 自己这样算帮忙了吗 支支吾吾的左右乱看 说道 什么态度 桑琪又拧了他一下 还专门挑了一个掐人疼的地方 盐盐咬着牙忍住不叫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桑琪却若无其事地堆着笑容 大方地对小个子等人道 听说刚才 董大哥把你们的茶打翻了 诸位没喝成 我做主请客 等会儿派人给各位 送些上好的素油茶来 说完 又捏了眼眼一下 在他疼得眼泪汪汪 但还没有彻底哭出来前 扯着眼眼 又往回走了 小个子一众人等 呆呆地看着自家 那个一向傲娇的小公子 在桑琪面前的兽气一样 惊得手里的水囊 都掉在了地上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达成了一个共识 这个女人不好得罪